欢迎回到发达广场的时间 家庭观众如果有任何股票问题 都可以随时打电话来给我们 电话是204-6566或是传电邮给我们 坐在我身边的嘉宾 仍然都有药材证券研究部的分析员 譚之乐阿努 阿努你好 阿努先和大家继续跟进 刚才说到的半日抛空数字 刚才说了第一位 第二位是建行和中移动 第三位和第四位是中行和腾讯 现在中行方面有1.1800万的抛空额 占总额超过6% 占股份成交方面大概是1% 股价今天跌4% 跌至3.13% 最低跌至3.12% 今天受到淡瓦石减持因素 股价跌了下来 亦跌穿了配售价 中行的短期走势上又会是如何 同样和之前提及到一样 建行方面一样的因素 始终减持建行和中行 始终相信是投资组合的整合 整体仍然来人的前景都不会太差 但是短期来说 压力仍然在担心存款流失等等的因素 会令到来人受压 所以自己看回整个技术走势来说 看到中行也是 整个走势来说 其实至今都是一个反复 在大约3.13%这个区间 所以投资者我觉得 如果不跌穿之前的低位 即是3.05%这些位置 建议可以继续持有 短期后市来说 短炒的如果这些位置 撩的话 可以上望3.13% 还有这个水平 至于你说中长线持有 我个人建议可以 如果做中长线持有 可以看之前的高位 即是3.45%这些水平 所以短线来说 你说见过今天的沽售 都不需要太惊慌 除非真是跌穿了这个技术支持位 即是3.05%这个位 否则仍然可以继续持有 好 另外腾讯方面 今天股价表现又再破顶 现价248.2% 今天最高见过248.8% 今天来说有6800万的抛空数字 占总额超过3% 占股份成交超过2.2% 其实腾讯每天都略創新高 会否见到股价表现又如何 会否受额 但似乎气势越红 看回腾讯 整个抛空数字 无论一个升势 看到不断创新高 抛空的沽空比例也非常强 始终看到腾讯升势这么强 累积升幅都非常多 相信投资者等等做对冲 等等的行为都会相对较多 但整体而言整个势头向好 我自己看回主要原因 始终整个业务方面都不算太差 接下来广告收入等等游戏收入 相信游戏收入虽然会放缓 但整体仍然保持着一个不错的增长 广告收入更加可能会有惊喜 现在看到腾讯保持着 仍然站稳着 这个上升轨的情况下 我个人建议都可以继续持有 腾讯只赚价可以考虑放在235元左右 不跌穿235元 仍然可以继续向上望 当然投资者可能说会上望多少 最主要关心 如果看回248元左右 腾讯市盈率都36倍左右 我自己看得如果进取少少 看38倍左右 短期后市来说可以看255元左右 这些水平 到时如果出了第一季 即是5月份 5月头号的时候出了第一季 看到业绩如果再作投资部署 看到情况之后 只要增长 我自己看回业务方面 只要游戏方面 增长的程度不太明显 我个人建议股价 仍然有机会继续向上望 谢谢 另外腾讯即将公布首页业绩 其实市场都观望着 看看会不会大家憧憬过多 另外看看外房股今天的表现 看到今天来说做得不错 中国海外升3毫 最新报17.34 環园置地方面升超过1% 升1毫6 报15.16 碧桂园升5仙 报3.24 世望房地产升1毫6 升超过1% 富力地产方面升2毫 今天来说都算做得不错 其实看到股价来说 中国海外也升了接近2% 最高见过17.38 会不会见到内房方面 说到五一黄金周这个假期的时间 销售方面好像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亦都见到一些房产商 又或者一些发展商 其实用一个速销的手段 去令到买家的入市意欲增强 其实近期在内房的走势上又是怎样 市场环境是否好转了呢 其实说到内房的走势 近期来说 内房整个走势都见到 是比较明显地做好的 例如中海外这些688 看到手势更加非常好 最主要原因 始终在说大型房企 整体来说 促销这个因素 相信是大气候 其实每间房地产开发商 都需要用促销等等的方法 去销售 卖一些房屋 去减值他们的存货 但是在这个同时之间 市场可能关注内房等等 他们的融资压力 都会有一部分的内房 都有融资压力在那里 但是你说看中海外这些大型发展 整个负债比率对他们来说 都相对同意来说 比较偏低 所以对他们来说 融资压力的确是比较低的 加上这些大型的房企 在不同的地区 散布的业务 散布在不同的地区 整体而言 对他们来说 分散的风险都是有效益在那里 再看内地房地产的市场方面 说中央 其实目前来说 手套房地产 就是手套房的利率方面 都有一个八五折的优惠等等的措施 其实都建议一些市民可以 如果在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都建议他们置业的 等等的措施 其实令到新厚销商 加上速销的效应 目前来说 内地房地产商的情况 都是见到一个 价跌量升的情况在那里 这个整体言而 对内房来说 都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始终价跌 中央也都达到他们 调控的目的 他们那个 短期来说 会不会立即会有一些 例如以往最怕 就是见到楼市 有个好座院的迹象 立即会有个打压情况在那里 因为始终见到价格来说 近期来说 的确有个下跌的迹象在那里 所以整体情况下 你好像中海外 那些大型龙头来说 在这个价跌量升的情况下 整体的情况 的确是有个好专的迹象的 加上看到黄金周的情况 其实黄金周 看到部分的促销情况下 买楼的人士 也有出现一些 排队等等的情况出现 所以整体后市来说 内房股的表现 我自己看回 真的相对不会太差 有机会示范一些信告 好 谢谢 刚才提到 五一黄金周 又或者近期 整体内地房地产市场 其实都见到 有个价跌量升的情况 其实早前治愈健部 也说到 会提升干性需求 就是想自住的人士 去置业 是一个首套房 二套房 三套房 炒卖那些 就会继续压止 最近在内房方面 是否这个情况都尚算健康 因为都是市住人士 入市的需求比较大 始终见到 最主要的优惠 优惠方面 看到首套房的利率优惠 有个八五折的情况 其实推出了这么久 中央都没有反驳优惠 看到中央的确是支持一些 能力许可的情况下 都去首套房 首次置业 至于二三套房 我自己看短期来说 的确是没有放缩的空间 始终都是相关的二三套房 始终都是说 一些投机成分比较重的 在这方面来说 中央都不希望 再有投机的行为 令到房价再有机会回升 加上之前提及到 目前的情况 真是看到一个量升价跌 价跌 虽然对内房来说 盈利能力都会有压力在 但始终目前普遍内房的市值 都不算高 相信价跌等等的利淡因素 都反映在股价之前的跌势 都反映到七七八八 反而量升了 始终都会有效 看到他们促销等等 量升的情况下 其实对他们来说 减回存货压力 都有很大的帮助 亦都可能对他们的资金流 有一个正面的效益 所以自己看回 短线来说 内房都不会看得太淡 内房选择什么办法 我自己看回 都可能会选回中学首选 始终在说 公司业务散播在内地不同的地方 都是较大型的发展商 而且资金压力和其他比较小 所以中长线来说 相信融资压力都会比较少 暂时可以考虑做一个中线的投资 另外 花旗方面 发表了一份报告 将世贸房地产的目标价 由11.8条 升到12.8元 维持它买入的投资评级 近日到福建省厦门和錦江的項目进行考察 重新预期 它的销售额将会达到310亿人民币 因为公司承诺提升质量 产品将会按照客户的个别需要定制 加上核金的销售额已经达到35亿 反映公司策略合适 西方有看不看好呢 看回整个技术走势来看 看到近期来说 由低位大约7.5元 可以上升 看到整个累积升幅都接近30%左右 短线来说 我相信之前提及到利好因素 都反映到7788 如果说还持有 短线目标 我觉得看回11.3号这些位置 其实去到这些位置 可以考虑再先行减次 后低卖 短线来说 整体内房股整个版本 不会看得太淡 但是这些位置 我觉得 目前来说 去到11.3个实际的空间 不算太大 可以从观望为主 或者考虑投资其他内部 好 麻烦你了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回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些有持有 好 麻烦你了 稍后回见 我愿意 线点 下一个 这件事